你們辦到了 我還以為我要休息到下個禮拜了 好現在把我召換回來了 我先換個褲子了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大紀雄之場 還記得我之前很沉迷在戰鬥頭我嗎 不只是為了觀眾 我自己也非常的沉迷很喜歡 對跟那個火車對撞的情況是 差很多 那這一次呢 我的好趴呢 五四狗呢 寄來了一樣東西給我 那說到這個五四狗呢 你們大家應該都很熟了啦 他們就像是神盾局 然後我就是復仇者聯盟這樣子 這種感覺 這樣比喻是對的嗎 總之 他們今天寄來一個東西 讓我做夢想不到 之前可以看成是古董集合 我第一次拿到玩具的時候呢 是捨不得開的你知道嗎 他已經不單單是一顆陀螺 他根本就是回憶 真的八年級生的男生 好不好 你們真的會 會落淚啊 好的今天要登場的就是 最初代的戰鬥陀螺 龍騎士 我相信很多觀眾 一定不知道龍騎士是什麼 因為這一盒 遠遠比你們老得多了 好不好 現在我手上的這一盒 至少有十幾年的歷史 他是最初代的戰鬥陀螺 也就是第一代的動畫出來的時候呢 裡面的主角用的就是這一顆 那我們都知道嘛 我們現在新的爆裂世代代代號是B B多少 B多少 鋼鐵世代是BB 那由想而知呢 第一世代就是A 這一顆是多少呢 A1 這樣子你就知道他的身份地位了吧 如果有在看我的戰鬥陀螺系列的話呢 應該都不陌生這一顆土炮王 好他現在不在我手上啦 他現在放在工作室裡面 那其實那一顆叫做鋼鐵飛鳳 他是初代動畫裡面的壞人 反派角色 對 但是他的攻擊力很強 外型很帥 所以那時候我就買他了 非常的小朋友的心態啊 沒想到今天 有人可以陪他了 而且不說你們可能不知道 這一顆的價格 現在已經被炒了十倍以上了 也就是說當初你買三百塊 現在就是三千塊 懂我意思了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這顆古董級童年回憶的陀螺吧 沒錯就是這樣子 欸好懷念喔 完完全全就是要自己組裝欸 太懷念了 這個我敢打賭有很多小孩子 一定都沒看過我這種發射器 古董來著 而且是正版欸 這個正版現在已經很難買到了 我很久以前不是有展示過一箱的戰鬥陀螺零件嗎 那基本上都是盜版的 真正正版的 初代的發射器喔 貼紙 那為了證明他的古董級的身份呢 這個給你們看你應該就會明了了 各位可以看到嗎 2001年3月 現在在我手上的這些東西 2001年欸 現在是2017年 已經放了16年了 這已經是 天啊寶藏等級啊 連盒子我們都要好好的收藏好好不好 來吧龍騎士 你沉睡了11年 是時候該 喚醒你了 初代的戰鬥陀螺呢 之所以經典 因為 零件架構 他的零件是非常多樣化多層的 光是這個底盤呢 就已經裝了4個零件了 這個就是靈魂了 有看過初代動畫應該就知道 中間那一個呢 就是他的靈魂 代代相傳的 打到一半呢 龍會從中間跑出來 所以我們都笑稱這個 陀螺只要沒有這個 就是一個廢物了 哈哈哈哈 想當初 古小的時候呢 就是人手一組這個 不管正版倒版的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現在終於又回到了我手裡了 好 是時候 看一下他的音姿了好不好 轉動起來吧 3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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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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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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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4 3 2 4 4